Hello 大家好 我是泰国阿姐 今天因为我有个朋友想去在清迈看看房子 他想租一个带泳池的别墅 那今天正好我约了那个看房的中介 然后一起跟我朋友去看看清迈的这个别墅 泳池别墅 那个因为疫情关系嘛 他们说很多地方的话 房价是相对来说是便宜一点的 那我们今天去看一看到底房价有没有降 我们现在跟我朋友会合了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看这个小区的第一套房子 那就是前面那一套 不知道怎么样 天气太热了 防疫工作要做好 你看我们一个一个 对对 你看我们一个一个 一个一个的包的 对 防疫工作要做好 对 防疫工作要做好 防晒工作也要做好 好吗 大家好 哦 它的进门是这样子的 哦 然后它有一个泳池 然后下面有一个 哦 这边是个次窝 哦 下面有一个次窝 这是客厅 客厅还是蛮大个的 我觉得它这楼好低 这是客厅 这边是次窝 这边是一个次窝 都带卫生间的 厨房 它厨房还是可以的 厨房还是蛮大的 这冰箱也是蛮大的 这是一个小小的储藏室 对 这储藏间 楼上是几间呀 三卧呢 也是这种大长条 下面是都有自带的卫生间的 每个四卧都有 这个是四卧 它有好大的露台 哦 真的 这好大的露台 可以出去 哦 可以出去 哦 没关系 没关系 下面锁就算了 不要出去 好热的 哦 也可以出去 哦 对 你看这个 哦 蓝天白云 这边 这边也是空空的草地 那边 然后从这看下去 底下就是泳池 哦 好烫脚 你们有没有觉得好烫脚 太烫脚了 哦 这是一个小 哦 有鱼缸 这个要牵的 哦 上面的只有那一间测窩室是没有 哦 这个是带着一个浴缸 可以在这边泡澡 另外一个次窝 它这个还是挺 挺长的 嗯 这是主卧咯 主卧这边也有一个鱼缸的 哦 有两个鱼缸 对 四卧五位 对 四卧五位 哦 这边 一楼有两位嘛 对 有一个阳台 这样子看下去就是泳池了 好 我们这一套已经看完了 那我觉得房子大是很大 但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老旧了嘛 泳池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打算看下一套 这套不是很满意 我们现在离开了 去看下一套 那我们刚才看的这套房子呢 价位是四万株 四万株相当于人民币 现在是八千块钱 那我觉得其实也是蛮贵的了 在青梅 这样子的房子挺老挺旧的 我们不是很满意 然后 而且很难打理它这个房子 不举也不好 不举也不好 帮我们下去看看下一套 看看下一套房子是什么样子的 它这个房子是 这个泳池好像好一点 好一点 但是这个 可以看一下慢慢的 所以这个泳池好像好一点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风格 好像跟那边那个风格是一样的 那一贴一下吧 我继续看一下吧 都继续看一下吧 对 这个好像原先也是民宿啊 哇 现在多好家民宿倒闭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它这个简是这样子的 简约封的 就是这种 格档 这个是厨房啊 这边 厨房 然后厨房客 餐厅 对 一样的风格 一样的风格 但是泳池这边 更好一点 那边上泳池没有打理 对 泳池没打理 然后直接进来就是卧室了 这就一个卧室 那边有个卧室 哦 这就是仪式 然后带一个 这边好像 对 这边 它这个是见的是 是玻璃 我们那天看了一套是 是铁皮 那边那边 它那个铁皮就非常的 那这个就是玻璃吧 对 这个是玻璃 这个是高档一点 这边它是有房镜来做 哦 它这个房子多少钱 等一下我问他 因为现在他也跟他先生商业 OK 这边是一个次窝 哦 次窝 这起码是个房子 对 这个看着好像不管怎么样 它像房子 不像我们那天看了那个 这个比较新一点 这个比较新一点 对 铁皮做的洗手间 我们那天看了房子 真的是铁皮搭的 你知道吗 这好像是用什么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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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的铁 铁皮做的 对 它这是玻璃的 对 它这是玻璃的 OK 好 这边也是一个 也是个次窝 这是一个平层 就是平层 这是大平层 那我觉得这个房子 是不是不是 这是个洗手间 嗯 对 公用的洗手间 这个是对洗衣机在那边 洗手台 这里呢 有一间是空的 哦 可以做办公室吗 或者是什么样的 空间 或者小一点 对 这边可以有一个 独立的 可以做一个办公室 这个差不多100平方 100平方 就差不多400平方 OK 我觉得它这个泳池 还是很漂亮的 这里我们可以走一圈 对 好 去看一下 它这个是整个是一圈 绿化 反正就这样子 做了一圈 这样子的绿化 嗯 往后院走 可以烧炮 哈哈哈哈 应该可以烧炮 我这样说吧 对 哦 这是种的一株竹子 嗯 嗯 这是一种绿化 是用的 沙泡啊 这后面的 面子 对 这是当时在这烧烤啊 对 然后这里就是 一些排水管啊 整圈的可以摘着 也是这个风格 对 就这样子一圈过去的 对 对 这个占地大概有100多平米啊 100多平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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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0平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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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门 哦 这是小门出去 嗯 它这个泳池 相对来说好像 水呢 好一点 第二套房子 我们也看完了 那这套房子呢 我感觉啊 它就是民宿 然后我觉得 反正没有家的那种温馨感 啊 也是一般吧 但是相对来说 这个好像还新一点点 但是价位也不便宜 它这个房子大概要五万株左右 五万株的话 相当人民币一万块钱了 我觉得 还是蛮贵的 哎 不知道这房子今天能 能找到吗 反正我们现在再去看 第三套房子 看看第三套 是什么样子的 哎 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 然后它这是一这样子 一栋 一大栋的这个 房子都是蛮大的 但是这套房子 看着好 有点旧 有 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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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要用的话 房东说它会全部换掉 这已经看了很长时间 没有人来 人来那个什么了 哦 这个房子 看着室有那么一点点旧 这是平层 就是那种大栋平层 然后这有一个泳池的泳池房 就是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古老 古老 说这个话说的 就好像有一点 老旧 这有一套房子 这是 底下屋 兰娜风格的 这有一个卧室 然后一个洗手间 还是这种露天使的 看看这边是啥 从这边可以出来 这边就是一个单间 然后可以对到底下 对 这边就是泳池了 碰到泳池 那房子结构 其实我觉得 其实还是可以的 就是有一点 然后这是 餐厅了 这是客厅 哦 这种 它其实里头还是 还是漂亮的 不要说 沙发都是很好的 其实不要说它这种 传统式的这种房子 我觉得其实还是蛮漂亮的 还还可以 也不是那种非常 看不下去的那种 它厨房也很好 是 厨房也很大 它有中间 这个导台 对 它是导台 这就是 中 这是中西 可以 然后中间这个 台子切菜什么 才是可以的 好 对 好 然后它这边 也挺齐全的 微波炉 烤箱 嗯 嗯 微微 OK 对 那是卧室 卧室是吧 后面是 后面有保姆房 是 右边是 右边是保姆房 这边也是一个 这是一个客户 哦 哦 可我那样 这里还有好大的浴缸 呢 哇 它这个洗手间真的是很大 水呢 水呢 水 水 水看 嗯 水呢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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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呢 嗯 然后这个沙发 这是主卧吗 嗯 这是主卧吗 嗯 啊 这是个小客户 哦 这是两个的 哎 这个带个 先看一下这个洗手间 哇 这个是可以的 看到了 很大 嗯 嗯 然后这边 这边 这边 这边是 哦 泳池了 看到了吗 直接是池井 这边也是可以出去的 这边可以出去吗 窗户 哦 给带拿 可以 给带 给带 可以的啊 可以 这个小床 适合我儿子睡 它这房子其实挺漂亮的 对对对 嗯 水呢 嗯 还是可以的 一暖 然后这个房间也是个小次窝 然后它这个洗手间 每一个洗手间 它都是很很很大的 而且是这种 阳光很充足 都是 我觉得 对 露天采光的 我觉得其实它这个 房子虽然有一点老旧 但是呢 相对来说 其实还是真的是 不错的 那这个 洗手间 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 哦 也不是非常大哦 按摩浴缸 其实就是很久很久没有人住了 那它这套房子 其实也是要五万泰铢 但我觉得如果这套房子 跟刚才那套房子去相比来说 我觉得这套虽然有一点旧 但是它整个的城市还是比较好的 嗯 包括这沙发 哦 还都是可以的 嗯 然后从这出去以后 就直接是 泳池 泳池如果要是这套房子 看上了的话 这个整个 它会做打扫 哦 院子都是很大 但价位 五室 五室哦 也是很大 然后我可以转一圈吗 往上去 去转一圈 我可以可以可以 哦 我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一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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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个水 这也是盐水池 对 盐水池 对 盐水池 因为最近下雨 它说 哦 对 都黄掉 它其实就是绿化 就是小院子 就是这么一点 但是它整个房子 它其实不要看 里面装下比较好 它里面其实比刚才那个 我看着好多 对 真的 里头还很漂亮 看着 里头是漂亮 对 其实那边如果很高 我们就有分厚 就是那边 因为它们就修了 其实可以直接过来 我比起跑了 今天我们总共看了三套房子 最后这一套房子呢 虽然它比较老嘛 然后是个大平层 但是其实我觉得 最后这一套房子 其实相对前面两套来说 它更有味道 如果真的 其实好好收拾收拾 如果不是它价位太高的话 这个房子 其实还是可以的 在这三套中 它还算可以的 那我们过两天 可能还要再去 接着找房子 朋友因为他要住吧 所以等下次再找房子的时候 再拍给大家看看 还有什么更好看的房子 好啦 那这一期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